点开网络书店想买什么书 输入关键字统统有 但民众要小心了 金石塘网络书店被刑事局点名 诈骗集团最爱冒用的网购平台 去年一整年下来 网购平台诈骗件数697件 光金石塘就占了四成 诈骗集团会把会员片的团团转 民众该怎么预防 我们这边只是想跟张先生 你求证一下 你当初是不是有办理这个分期付款的业务 听到关键字分期付款 就要警觉有问题 新市局提醒 金石塘网络书店可能被诈骗集团盯上 导致消费者的公务明细会员资料都被掌握 才会骗取民众 听到分期12期的分期设定 或是听到工作人员的操作疏失 或是听到请你去ATM解除分期设定 这些关键字就一定是诈骗 结盟统计 冒用网购平台的诈骗排行榜 光3月6号到3月12号一个礼拜 金石塘就有141人上当受骗 第二名则是虾皮拍卖68件 接着是小三每日23件 金石塘的订户所被害的人数最多 那今年到目前3月为止 也是非常多的来自金石塘的订户 都有打电话来报案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更新 警方一再提醒ATM没有解除分期付款功能 除了民众也有防诈观念外 网购平台业者也应该加强资安防护 才能避免消费者不被受骗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